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248日 经文 阿南白佛言 世尊 如佛说言 因地决心欲求常住 要与果味明目相应 世尊 如果味中 菩提 涅槃 真如 佛性 安摩罗世 空如来藏 大元尽智 是七种名 称谓虽别 清静圆满 体性坚宁 如金刚王常住不坏 消文 菩提 就近智德 离 烦恼 所知二障 即为绝 涅槃 就近断德 初分断 便意 二时所正 即 不生 不灭 真如 无望 约真 不义 约如 诸佛正后 称真如体 即真实 不虚妄 佛性 本觉真心 人人皆有的本性 安摩罗世 无构世 白净世 迷味之中称阿赖爷 佛果未称安摩罗 即清静的事 空如来藏 诸佛因中 反望归真 父本心缘 就近清静 唯一真心 更无他物 大圆禁制 圆造万法 而无分别 如圆禁造物 平等普照 不起分别 不称之 消文致词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栋梦言 一千日 第248日 我们今天要来谈 因跟果 是要相应 那安然就因此 就产生了一个 新的问题 这一段呢 是修道分的 二绝定义里面 一根解结 脱禅 获圆通 那安然呢 就对于这个根啊 就产生一种疑惑 他说 这个根呢 是六根 在这里 佛陀讲到 六根是 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要找到 烦恼之根 烦恼之根 如果能够找到 就可以解脱烦恼 但是 现在 有一个新的疑问 这是 阿南他 对于这个根 的疑惑 因为一般 我们听到 六根 就是 断灭之根 眼耳鼻舌生意 是断灭的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前面呢 佛陀讲 烦恼根本是谁做谁受 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为贼梅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今天赶场 所以现在终于 可以上线了 好 那这六根为贼梅呢 是 现在前面呢 阿南也问过了 这个 以因同果啊 是从 从根结结 这两个决定义 那他现在就觉得 他有一点矛盾 为什么 因为 阿南说 如佛说言 因地决心 欲求常住 要与果位 明目相应 那这个就是 因跟果 是要 能够 符合的 这是第一决定义 在第一决定义里面 佛陀讲过 以因同果 以因同果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修 菩萨圣 要最后呢 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就要审观 因地发心 与果地诀 为同 为义 这是第一决定义 大家已经 还记得 那在这个前面呢 就讲到 因跟果 是要符合的 那我现在呢 是在修 因 的 什么 生灭心 来求 佛的 不生不灭心 这样是不符合的 所以要修的话 就是因 是不生不灭心 果 才能够得到 不生不灭的果 但是问题是呢 现在 阿南 他的疑问是什么 这个果位之中啊 是菩提 灭盘 真如 佛性 安摩罗世 空如来藏 大原禁制 有这七种名称 有这七种名号 不管这七种名号 是怎么 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刚才呢 姓真已经解释了很多 非常的清楚 那 听了很多 可是我们都不明白 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他很 很难 那有很多 很抽象 的道理 但是不管 他怎么去解释 这个真如 佛性也好 菩提 涅槃也好呢 最重要的是 他就是在讲 这个圆满 叫清净圆满 在讲果位的 清净圆满 体性 奸宁如金刚王 常住不坏 那我们讲到 佛是至高 无上的果 这个果呢 有菩提 有涅槃 有真如 还可以叫做 安摩罗世 也可以叫做 空如来藏 那不管 他是什么名称 都是像 金刚王 常住不坏 他是不坏的果 不生不灭的果 那不生不灭的果呢 问题是现在 他在疑惑的是什么呢 在疑惑的是 前面讲到 因跟果的冲突是什么 就是他认为 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个烦恼根本 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啊 既然要从根解结 可是六根 明明就是生灭之根啊 生灭之根 现在呢 突然要拿来修 那就不符合什么 不符合 因地决心 和果味的明目 就不符合 所以他现在的疑惑是这个 就是佛陀说 因跟果要符合 那因地的发心 要不生不灭 才可以符合 我地的 不生不灭之果 常住之果 但是现在呢 因地的发心 是六根 六根 明明就是断灭的啊 他是生灭的 怎么会符合 常住之果呢 所以这是他 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整个 佛法的修学当中啊 阿南他其实 他是我们现在 听起来很片段 看到的这些 观念啊 或者是看佛啊 或者是学习 这些修行啊 都很片段 这个片段当中呢 其实就会造成 我们在修学上啊 都几乎都是乱修一通 就听到什么就 很有道理就去修 那修一修呢 修不下去 又换一个法门 那换一个法门呢 再修一修 又觉得很受用 可是又有瓶颈 然后又再换一个法门 所以为什么会修行不成功 常常就是因为 你在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就人家说什么 好听的 人云亦云 哪个地方很厉害 哪个法门很殊胜 你就开始就跟 跟来跟去 你都不知道 你到底修的是 究竟法还是修方便法 所以阿南呢 他在一开始啊 就要把它厘清 这个二决定义的 第一决定义 跟第二决定义 有没有符合 因为第二决定义 叫做一根解结 这个根我也知道了 就是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但是它是断灭的 它是生灭的 那这样子就不符合前面 所说的因跟果 所以因果要相应呢 必须要怎样 两个决定义 是不可以矛盾的 否则啊 我们就会 这个法门修一修 就是去 这个会去冲突到我前面的修行 那推翻了前面的修行 那这样子到最后 就你到底是要修哪一个 就会落入一种两难的选择 所以呢 这一段呢 其实是阿南呢 很清楚 整个修学的过程 它一定要贯通 否则呢 它会 这个两个决定义都很有道理 但是呢 它到底是第一个对 还是第二个对 所以在这边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第二个问题 那前面的问题叫做 一门深入 云合六根解脱 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根解结 那这个根呢 是不是断灭呢 那如果是断灭 就会不符合第一个决定义 好 所以这是今天 他所提出来的疑惑 好 那看看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要分享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樱桐 那我这边有个问题 要跟师父来请教 那今天的经文中啊 那个佛陀和阿南的对话中 有提到啊 就是说 那个果位名目啊 总共提了七个 然后弟子 对这个其中一个 果位名目 就是大元静字 有一些想法跟看法 还有一些疑问 要跟师父请教 那大元静字的话 就这四个字的话 看到大 在我的认知 好像在经文中 看到大小 就好像在指新的意识 那如果有出现静的话 那就好像是 是能照所照 那就是一个 就是说他能 就是照见的意识 那顾名思义的话 那就是说大元静字 就是心能照所照的意识 那就是说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我这样的见解 是不是看法 是不是有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啊 就是大元静字啊 是一个修正的一个 算是一个果位啦 那我们也知道 是大元静字 是从那个第八四阿赖里士 转进而来嘛 那就是说 如果一个修行人 他是否有能力啊 去自己自证说 我已经到了 大元静字的一个阶段 那有这两个问题 要跟师父来请示 请师父 指费开示阿弥陀佛 大元静字 这所谓的大元静 你讲能观所观 或者是 这个佛的转世成智的一个结果 那因为呢 我们要用大元静 来形容这个智啊 他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镜子里面 就是怎么去产生 静中之相呢 他是不需要前后 没有时间差 也不需要去发出一个照的功能 所以他没有能照 没有所照 他是自然显现 那镜子是这样 我们去照镜子的时候 你照到站到镜子面前 虽然讲照镜子 可是其实你并没有照镜子 你只是站在镜子面前 你看到了镜子中的像 他自然就出现 他不用需要按下某个开关 让这个镜子可以现出像 像 他就很自然就是出现 而且同时 他也没有 我先站 然后镜子里面的像 再跑出来 那为什么要用大元静置 来形容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是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这样 他不是修来的 他是我们的心 完全清静之后 他就会有像大元静的这种功能 这个功能是不需要再去 另外修一个什么法 也不需要去照 所以佛要度众生 他不用想 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度他呢 他不用 他也不用去想说 我要今天要讲什么法 我要怎么说 才会说服你 没有 佛陀度众生呢 他不用去思维 不假思维 他就智慧 这个智慧呢 叫做什么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这个众生啊 只要在佛的面前 他就会自信自度 那这实在很奇妙 可是佛陀讲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那你什么时候会 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呢 在为世的修炼当中 他讲第六世 第七世 你转世成智 破除我执 法执 六七因中转 然后呢 我五八 前五世跟第八世 我上缘 他自然就会跟着转 那我的心越清净 这个智慧啊 就会越圆满 那很简单 就是你就问 我现在学佛了之后呢 自己有没有烦恼了 还有没有烦恼 还有烦恼 那你怎么会有智慧呢 那有烦恼 他就会障碍了智慧 那没有烦恼 你的心很清净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现在学佛 学一学 你就会越来越怎样 嗯 然后感觉有时候呢 这个智慧啊 很自然就发生 他不需要另外去上一个什么班 或者是学一个什么法 或者是拜一个什么诗 他就会让你发现 嗯 对于很多世间的现象啊 你会自然有一种体会 那这个自然呢 是怎么来 你本来就会 只是我们以前呢 被自己的烦恼障碍住 烦恼很重 很着急 或者是很执着 那个念啊 太执念 你就没有办法 让这个烦恼去除 他就会障碍 让你看不清自己 那看不清自己了之后 我们都只有看到烦恼 就会一直把烦恼当真 所以呢 这个就像镜子 保镜蒙尘一样 那现在呢 透过了这个加工用型 或者是听经文法 慢慢的认识了自己 自然呢 这个智慧啊 就会越来越现前 那现到什么时候 现到圆满的时候 你一定是知道 佛是一切智人 佛的智慧就叫做大云净智 所以第一个问题啊 有没有能锁 它是没有能照 没有锁照 它是一体的 这是万物是一体 能跟锁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相对 我们站在相对面 所以才会 佛是伟大的 我是卑微的 那这个凡夫跟众生呢 其实在大云净智当中 情与无情同缘种智 就是在讲 在大云净智当中 友情无情是没有分别 是平等的 所以也没有能 也没有锁 那第二个呢 你能不能知道呢 你一定知道啊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我们没有 还没有圆满 也知道 所以其实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但是呢 经过了不断的学习 然后看到 佛菩萨的引导 还有前辈 先贤这个贤慧菩萨的示范 那我们就会对自己 可以成佛这件事情 会越来越有信心 是这样子 好 谢谢殷童的问题 感恩师傅 阿弥陀佛师傅好 你能听我的声音吗 可以 师傅好 我想请问解问题 在下面就是 我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我在听师傅 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有很多障碍 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那就像我一开始在听 在听华严经的时候 就是整个过程 送了三十分钟 都一个小时 那我只能记得 还留下来在我心中 就一句话 菩萨 摩和萨 而且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又不懂 去问谁 人家都不懂 那我觉得 这就好 好 很有意思 但是人家都不懂 那我就把它背下来 这样子而已 那第二个就是后来 虽然我的中文能力 还是没有变好 但是我也勇敢的去参加很多课程 就是都是师傅的 开的 然后来也勇敢的去当主持人 真的是非常勇敢 然后 然后就是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觉得 非常的感到非常的欢喜 这样子 那我想 我想讲的 我想在这里 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当主持人的一些 就是感受 就一开始 其实我也不敢当主持人了 觉得我的中文那么差 讲的又不流利 他就嘲笑我 这样子 发音都不标准 那后来我说 哎呀算了啦 反正当看看 那后来 法师们就是鼓励我就当了 那一开始 我有在播放 华言经 就是只能放三四天而已 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师傅 就是说 我每一次我都在听 我觉得 哇好好听啊 但是听完就忘了 但是那我在播的时候 真的感动啊 就是差了很远的 师傅 就是我觉得 哇师傅好厉害哦 而且 您圣经 还有 华言字母的时候 真的动到我的心 你知道吗 我真的就流 满流是泪啊 我觉得 哇这个团队好厉害 虽然 我也哼下去而已 我只有哼哼哼哼 但是我觉得 好有趣 那到那个时候 我就挤了几个念头 就是说 嗯 我想不到台湾 想拜法宁 想拜 你太厉害了 那 当那个时候 我有几个念头 是说 我真的想 认真去学佛 然后后来 我还有个念头 我没有 跟家人讲 我想说 之后我要出家呀 出家人 哪有能力呀 我要出家 所以一开始 我是留长头发的 然后后来 我就剪了短短的 回头 嗯 应该剃头也蛮适合我 很专严 很专严 很有趣 然后我真的是起一个念头 就是说 我真的想回到台湾 就是想 精进你 给真正的人 我想拜访 这样子 在你 真的不好意思 给我 拜你300 谢谢师傅 那我 我先分享到这里 那我想请问师傅 就是说 我整个过程 像这样子 嗯 虽然中文能力很差 但是我还是努力去学习 这样子 然后 即使我获得的东西不多了 因为呢 中文能力有限 那我的 请问师傅 就是说 像我这样的心 是属于哪一种心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还是在这些条 条件之下 但是我想 获得更多的 利益 那我要如何改善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很好 这个发菩提心 是真的不可思议 我们刚刚开始 学佛 刚刚开始 我们会以为 是因为我不懂中文 刚开始是以为是这样 可是 师傅红发红了这么久 真正的障碍 不是中文能力不好 你去看很多中文系的 他也不学佛 他中文好的不得了 他读了佛经 他不懂 他也不想懂 甚至于他不相信 好 那我们都是懂中文的 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佛法呢 可是 如果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 我们刚刚开始 学佛 有的人会去持大悲咒 你听到大悲咒 你有懂吗 根本就不懂那个意思吧 可是你会有一种感动 那你怎么会有这种感动呢 其实那就是你的内心当中 那个慈悲心 本具的菩提心跟慈悲心 跟佛 这大悲咒大悲心 就是菩萨的心 跟你的心 两个心就接通了 相应了 它是超越语言 超越文字 超越知识 超越身份 超越你在任何一个 时空的格案 超越时空 我们跟三千年前的佛陀 是没有差别的 没有距离的 可是问题是呢 当我回到了现实 我又会开始觉得 哎呀 我的中文不好 我的头脑不好 我的现在的经济不好 我的身份不好 我的名声不好 我什么条件 这一些条件都不是 我们能不能够修行的条件 条件再好 你没有善根福德姻缘 你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修行 有很多人 他很有条件 各方面的条件 好的不得了 非常非常适合出家 可是呢 他就偏偏我不要 那如果呢 我们现在很想很诚恳 那玄庄啊 你要发愿 为什么 因为就在你的国家 有这么多的人 里面呢 就是你一个人 发了菩提心 如果我们能够 再发心 再坚持 再成就 再相信自己一点 你就是像当时 玄壮大师这样 就当时佛陀这样 佛陀来到 教授过世界 也没有人懂他 也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做佛啊 但是呢 他坚持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让所有的众生 有机会学习到觉悟之法 玄壮大师 他看到了当时 这个佛经里面 有很多没有传进来的 他发心去把这个 没有传进来的 殊胜的究竟之法 去把他学回来 那每一件事情 都是一个怨心 他也是都不懂啊 他去印度也是外国人啊 那我们现在呢就知道 只要我们有发心 你看 你才当主持人 当几个月 当几个月就可以这么神述 这是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们要相信这个不可思议 是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 跟佛陀的约定 为什么你会生在一个 这样子的地方 表示你跟这个国家 是有缘分的 这个国家的人民 需不需要佛法 需要 但是我要去哪里学佛法呢 那就是现在 此时此刻 在你的身上呢 就有这样子的怨心 你发心来学习 那以前呢 有一个 到新加坡的时候 师父有一个弟子啊 这居士啊 很发心 他说 哎呀 师父这个佛法太好了 那可不可以请师父 你学印尼化 因为我的家乡的人 好多好多人 很想学佛法哦 可是他们都不懂中文 那师父啊 你可不可以 学印尼化 你用印尼红阳 这个楞严经 那我说啊 如果我今天来学印尼化 我可能十年二十年 还不一定学得好 不如你这个懂 这个印尼化的华侨 那师父可以跟你讲 你好好的学 一年两年的楞严经 你就可以回去弘扬楞严经了 这样效果是不是比较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自己就要发心 来学习 苗董楞严一千日 一千日之后 各位大家都有 都有怨心 都有责任 要让更多不懂佛法的人 来了解佛法 没有那么困难 就像我们要刚开始 要当主持人 每个人都心跳五百 那个信真 他还写四百 那你看现在 今天呢 他又主持 又消闻 你看 听起来就像大师 讲那么多 都我们都听不懂 那你看 这么厉害 那谁知道会有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不会想象自己发心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那也希望大家呢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那像今天这个 很发心 很欢喜 那也许 玄严的眼中呢 觉得师父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当初呢 也是就是小菩萨 小小的小师父 笑得要命 什么都不敢 什么都不会 那也是硬着头皮 去发心 发现呢 这个时代啊 的确是一个 很好的时代 因为呢 这个时代呢 可以接受 各式各样的 发心因缘 那这就是菩萨 在这个时代呢 可以多做一点 行菩萨道的 一个大势的 最好的因缘 所以呢 大家都要一起来发心 我们听到 玄丰一个外国人 现在中文讲的这么的好 还有很多人呢 虽然是会讲中文的 可是呢 都发音不标准 都没有他发音那么标准 你看这么的不可思议 所以呢 现在长头发 现在变短头发 以后变光头 就是马上呢 一下子就跳极了 希望大众呢 都要向玄丰学习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听了真的是很感动 我们辛苦到现在 终于有一个结果出来了 今天讲的这个果 是真的是很好 很应景 菩提果 捏盘果 安摩罗氏果 空如来葬果 大圆禁制果 谁没有呢 每个人都有 希望大众呢 一起来发菩提心 好 谢谢 谢谢师傅 直辈开示 谢谢 谢谢